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当女人不联系你时 聪明的男人这样做 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会遇到不同的人 结伴一程 然后就是分别 慢慢消失在人海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在了 也有些人 了着了着就不理人了 这不是远分近了 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分开了 而是其中一个人 没有激起对方的兴趣 才导致他不理人了 这种情况 最常见的就是在感情之初 聊得好的情侣之间发生 当女人不再联系你 最忌讳的就是你的主动和纠缠 这个时候 越是这么做 对方不仅不会对你有更多的好感 反而还会有想要躲着你的念头 这个时候 唯一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展现自我价值 在女人的世界里 越是有价值感 才越能被人重视和在乎 就好比 同样是金属 铁块和金块的价值 是天壤之别 基本每个人都喜欢后折 如果二选一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金块 也为他更值钱 当一个人失去价值感 就会像一个铁块一样 让其他人提不起兴趣 但如果他很有价值 能不尽意见 吸引到别人的目光 让人看到他的光芒 自然而然的 会想要去了解更多 一 出其不意 来点新鲜感 很多男人都会很苦恼 自己明明没有犯错 对方却突然不理自己 主动一些 反而他更抗拒敷衍衍自己了 这是因为 你失去了吸引力 对方觉得把你看透了 所以对你没有什么好奇心 就不想再沟通下去了 这个时候 不要着急 更不要纠缠对方 去打破砂锅问到底 只需要做一点点改变 就能让对方主动来联系你 电视剧欧历的夏天里 高满秀是一个友好善良的人 就是有点宅 总过着单调而重复的生活 直到遇到了女主美善 美善名如其人 美丽而又善良 两个人相识之后 美善对高满秀 挤出没什么兴趣 简单聊了几次之后 觉得她的生活过于单一 彼此不太合适 但是高满秀十分喜欢美善 她意识到 不能靠每天的血寒温暖 来让美善注意到自己 于是她对自己 进行了一次大改造 不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无趣和邋遢 开始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换了一种决心的生活方式 在一次网球联谊赛上 遇到了美善 还赢得了第一名 让她刮目想看 还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这种反差 高满秀成功地让美善 主动地和她增加了互动 学会提升自己的价值感 才能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 对方不联系时 来点对方意想不到的事情 让她感到吃惊而又好奇 自然就会主动来联系你了 二 打入她的朋友圈 发起迂会战术 王杰和心仪的女孩蔡黎 最近联系越来越少 从在王杰发了七八条消息后 对方才回复一句 毫无互动感 王杰知道 再这么下去 不会有什么进展 于是她开始换了个思路 频繁地和蔡黎的好朋友们互动 不知不觉中 蔡黎发现刷朋友圈时 在朋友们的合影里 时不常总有王杰的身影出现 甚至自己和朋友出来玩时 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提起王杰 夸她幽默又讲义气 还要把她喊出来一起聚会 就这样 王杰通过打入蔡黎的朋友圈子 跟她也越来越熟悉了起来 蔡黎经过多次互动后 发现朋友们喜欢王杰是有原因的 她确实挺不错的 这么一来二往 两个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当对方不联系你 越想增加自己在他那里的存在感 不妨试试通过她的朋友来帮你 拿下亲友团 增加彼此互动 这是时间问题 总会有机会通过朋友聚会 来增加你的曝光率 三 跟她建立更多的共同爱好 女人不联系你 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很大的可能 是觉得和你没有共同点和话题 聊不到一起 又不知道如何发起更多有效的聊天 才选择梳理 这个时候 多了解她的兴趣爱好 建立共同点 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善 《吴红冬情》这部电影中 男主杰克是一个兽医 对生活一窍不通 天天和动物在一起打交道 她喜欢莉莉斯很久 但是莉莉斯是一名画家 两个人接触几次后 莉莉斯就不再理会杰克 忙自己的事情 杰克知道莉莉斯喜欢法国菜 每个周五都会去一家餐厅吃饭 于是 杰克每个周五也会去那边和她偶遇 也饿搏了许多美食之事 起初莉莉斯不以为然 直到有一次 杰克对厨师的一道心菜独特的点评 感动了厨师亲自出来道谢 让莉莉斯震惊 她都没有能获得那位厨师的亲自接待过 自此两个人打开了话题 从美食到绘画 再到动物的救助和护理 无所不谈 偷其所好才是最好的追求方式 建立更多的共同爱好 能更快地融入到一个人的内心 这种共鸣才是拉近两个人距离的关键 年少的时候 女人爱上你 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一个优点 或者你做的某件事 让她十分感动 你们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好 每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必去为未来而担忧 不必为了以后的生活而胶着 你们需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才能够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可是随着你们慢慢长大 她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女孩 她有了自己的思想 有了自己的想法 慢慢地明白 生活不仅仅是你浓我浓的甜言蜜语 更多的是生活中真真切切地缠绵油盐 你们需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而着想 所以女人更想要的是一个 能够陪伴自己 共同努力奋斗的人呢 你可以暂时穷 可是如果没有斗志 不懂得奋斗 在你的身上 女人看不到希望 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没有安全感 女人怎么会把自己的一辈子 交到你的手上呢 如果一个人不主动联系你 却也不删除你 无非四个原因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 你想和他拉近距离 可是他却从不主动联系你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却又很不下心 因为对方没有删除你 让你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即使内心对他有再多不舍和留恋 最后却还是止步于普通好友的关系 其实所有的感情变化都是有迹可循 当一个人对你不拉黑 不删除 但是也不会再主动联系 无外乎就以下几种原因 希望你能懂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所想 并非就能有所得的 那爱情一定是其中一个 看过太多有情人 因为家庭地狱时间等等因素 最终只能选择让感情走向两个岔路口 可是一段关系结束了 感情并不会立即就跟着一起消失 当初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刻 会深深地烙印在内心深处 赶不走 笑不去 而他为了排解心中对你的甜念 只能在不联系你 不打扰你的潜力下 默默关心着你现在的生活状况 你的好与不好都在牵动着他的心 不落在《如果我爱你》中写到 如果我爱你 只要知道你在哪里 知道你健康 知道这份感情并没增加负累 直到能在某一日见到你 就可以了 如果我爱你 就按照你认为安全舒适的方式拥有你 也不希望因为自己再次出现在你面前 打扰你现在的生活 不删除你的联系方式 用自己默默注视的方式拥有你 单方面参与你的现在和未来 就算一往情生 爱如其出 但光往那些横跟在你们面前 迫使你们分开的问题依然存在 你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 让他看见你快乐的样子 并同样祝福他有个幸福的生活 二 其实你没有那么重要 曾经他和你说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聚取走心 你便以为在他心里自己已经是很重要的人了 现在他的名字安静地躺在你的这顶列表中 时隔好久你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一条信息 你便开始为他 也为自己找借口 他忙 他没时间 可是自己却始终不敢承认 其实在他眼里 你没有那么重要 也许他和你确实聊过很多 关于他的喜怒哀乐 愁苦失落 但那也代表不了什么 自始至终 他可能只把你看作朋友而已 没有什么事情是非你不可 你也从来不是他唯一的偏爱 在电影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中 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 如果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不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失踪男人之谜 无论你找出了各种各样 可以安慰自己的证据和借口 唯一的事实是 他不再想和你在一起 并且没有胆量和你说清楚 诚然 一个无缘无故就与你断了联络 连原因都不愿意说清楚的男人 只不过是把你当作 人生中的假以饼钉而已 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对他而言都无关重要 既然如此抛出心中 有关他的情绪和胡思乱想吧 却爱一个视你如宝 认为万物不及你重要的人 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唯一 三 期待与你之间的爱情 李思源说 在所有的关系里 想一个人其实不难 难的是每天都能想着一个人 但当一个男人心里爱慕着另一个人的时候 每天的思念就成了不可自控的事情 他深知 爱得太满容易溢出来 如果不加以支持 自己一定会在自理行间中 流露出对你的涓涓爱意 可是他还没有做好面对结果的准备 怕被你拒绝 也怕自己的情感诉说 给你带来困扰 更害怕你会从此刻意远离他 思来想去 不联系 不打扰 就这么安静地了解你 成为他心中最安全的选择 通过你的朋友圈 探知你的生活细节 了解你的口味 喜好 也许当他有底气说出自己是最了解你的人时 他就会大声地向你宣告自己有多么喜欢你 而现在他会把自己交给时间 可能在别人看来 等待如药般苦涩 但在这个不断靠近你的过程中 他自己心中如蜜般甘甜 与他而言 能与你相遇就已经足够幸运 如果能被你爱着 那就是被上天恩赐的荣幸 如果你也感受到了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那就试着去主动联系他 说不定他会描绘你的信息 因为他等待这一刻 真的等了很久 四 把你当作备胎 每个人都很难用一句话对爱情简而盖之 从一而终是他 三心二意也是他 如果一份爱没有解质 就会催生出感情中的贪婪 爱很多人也索取很多人的爱 那个在通讯录中曾经对你花言巧语 如今爱搭不理的人 只是把你当作很多人中的一个 这样的人 深安女人的感情心理 把爱当成一种套路 把你当成备胎 最初的彻夜聊天 细心体贴都是他的手段 只是为了让你慢慢习惯他的存在 培根曾经说过 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 他可以主宰人生 所以在你习惯一个人长期占据你的生活时 就莫名以为对方很重要 甚至离不开他 当他不再联系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心里好像少了些什么 倘若他重新和你聊天 你会立刻欣喜若狂 不知不觉间 他就成为了你心情好坏的主导因素 这样一来他当然不会删除你 有了你 他也就多了一条后路和选择 醒一醒吧 别以为他有多爱你 也别傻傻地把他当成你的真命天子 这样的人完全不懂 钟情二字的可贵和意义 如果哪天他对你彻底不感兴趣了 就会毫不犹豫地踢开你 对于这样三心二意的男人 一定要赶紧拉黑删除 不然最后受伤的一定是自己 对待爱情 大家总是不自觉地患得患失 渴望了解对方所有的细枝末节的表现 来消除自己的不确定感 但即使你自顾自猜了很多 也未必是正确的答案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他对你若即若离的原因 那错过就忘记 喜欢就争取 得到就珍惜 看清就远离 最好的感情是毫不费力的 希望你能遇到一段感情 不会让你忽冷忽热 总是在猜测 愿你眼中总有光芒 余生活成你想要的模样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的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一反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我们会对您的个人讯息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